好,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就繼續這個《舊番回顧》了 接下來講一套,其實這套我有一點點意外驚喜 黑馬,這麼貴 其實我之前都跟華媽看過這套 我作者和人本都不差在那邊 我這樣說,因為你說這類型的故事 叫做生活小品,叫做日常生活向的 其實我一開始想是否會有大量的努力 大量的典故自己會拿來用 但其實看上去就是整套的故事 其實他的角色,我叫做配對 其實是做得出每個人的互動 當然,先說這套是甚麼 這套電器加的麻畫店 當然,如果大家有看這套 又是一個地方,有一堆男女在做事 在做事的時候,大家互相情訴 大家開始押A,喜歡B,C,喜歡D,E,配F 當然,可能有機會押D,配E 你說得正如蓄風感 不是,中國場所裡有食物鏈的關係 大家有些情偶的關係 但大家的組合已經定好了,CP 整理好了 這套電器其實是拿了很多抽業員裏面 一些不同的販賣Event的情節 在這間店裏面,叫做馬之骨的店裏面 其實是傅之瑜 在這間店裏面發生了不同的趣事 他們的趣事,當然像剛才阿荷馬所說的 就像一些working的情節的套路 其實你會在裏面看得到的 其實他working的情節 大家都知道working的情節比較瘋一點 可能有八千代人在武劍等 但這裏面雖然有個父妹在揮雷球軍 但其實這些情節相比working來說 是少了,而且這套東西真是較為日常 而且可能平時真的會在職場遇到的東西 不是錯,我不是太同意這件事 老實說,這套東西裏面每一個角色 當然,監督算是比較典型的角色 正常 捉擾一下人 他是好像店長的角色,但他不是店長 店長是一個人 還有就是小入 小入本身就說,這兩個角色是在這套東西裏面 或者是比較working裏面,一些比較standard的角色 但其他那些,基本上其他所有角色都是不正常的 海虹根本就是一個眼鏡渣 調酒師,這個簡直是整套東西裏面的 太誇張 應該都可以這樣說 而他是多奇妙的角色 我也覺得 然後就是相機紙就沒什麼 其實相機紙純純純帶一段 好像有橫無的情數 然後就是Elohan的調查員 這個根本是不正常的人 很明顯是 這套東西來說,最主要看的那條線 反而不是老師和胡米歐 雖然大家都以為是胡米歐加老師的情線 但其實最好看的是監督和小入 那條線是最多 而且他描繪來說 當然最後那集,當然沒有說 爆了那條條線 最後是大家怎樣,八道那些 也有說回小入 以及監督的舊愛 即以前的同行畫師 兩個那段情 其實寫上來我覺得幾 雖然說有一點錯誤 還有玩玩玩玩玩 但其實那段情數是寫得挺漂亮的 我覺得不是說寫得漂亮 其實他將阿遵守小入 和監督 再加上相機紙 相機紙一宗立 他不參見 這個四個關係圖裏面 其實是沒有很明確地說他們 首先就是遵守為何會和監督分手 是沒有提過甚麼原因 其實是整段感情之 只是說A to B B to C 去到那個狀態 你會知道 其實監督 他也沒有很明顯說監督是喜歡小入 他沒有明確說這句 只是在有遵守的口中 說監督就很喜歡欺負他喜歡的人 簡單來說他是一個鬼畜工 你看他平時寫的說話 那些對白 有一集我是很有印象和很吸引 就是監督偷拍老書 晚上在那間店裡 還有那些醜態 找熱水洗頭 那些 那集是很好笑的 何馬說得對的 這套東西裡面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爆點 就是老師 這個作為立志成為這個漫畫家的一個女角 他的女子力的戰鬥力指數 幾乎已經去到 是負了 其實他已經是 阿全摩尼人說他在說甚麼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你看到的大部分的故事情節 其實是發生在老師身上的 其實是 我懷疑 可能第一季打算鋪好老師 其實他有做其他角色的 但你不多 因為大部分 你始終說 其實這個故事裡面 無論他在comicare的故事也好 或者在店舖裡面的故事 其實要講很多萬塊的 因為其實你說 買賣的東西 你一間店舖買賣的東西 不涉及創作元素的話 其實你很難去講一個故事 只不過他們日常裡面說 你下班、下班、收工、收拾東西 而他們的工作都是很簡單 包書 有書到 晚上要買東西 或讀書塔 那些東西 而真正你說最多元素 去講的 其實他反而是著重在 老師的創作的位置 所以其實 你看到他有很多小劇場 甚至有很多小劇場 他都是一定要把老師帶出來的 其實是 所以老師 某種意義上 老師是這一套 這一套 這套 現在現時我當這一季 他才是女主角 當然 老師方面 如果你說他的性格 我反而覺得沒有小逸 和 相機之那種有趣的 狡猾程度 有少許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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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是不可以變動的 除了書家 那些漫畫 其實故事是變動不多的 感覺 其實本身 這套 動畫裡面 他做的一件事 其實會做的 令到大溝 每個角色 他有傷黑的角色 但他都有被人黑的角色 他對著某些角色 就算監督 監督其實是被遵守黑著的 他完全是不懂得遵守這類人 然後你見到 父母就明顯是黑著海鴻 他根本是海鴻 你當他是一隻喪屍 然後相機紙那些 他是一個局外 叫做比較 沒有什麼黑到 或者他黑到什麼人 而你看到 無論是公口 搜查員 那些東西 然後他又說 他將所有角色 是刻意地將他們連在一起 造成一個很小的圈子裡面 他們之間裡面的互動 其實是好看在這裏 並不是他的日常情節做得出色 其實我覺得不是 所以我覺得裡面挺高手 就是這次寫這個故事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沒有working 要不停加仁 不停加仁 不停加仁 相反來說 他用這批人 玩到這12集 其實就真的好厲害 我覺得真的做得不錯 他聰明在一件事 就是 你不像working那些 其實就算是 其實那類型 是很難加一些 所謂的愛情元素在裡面 他這套就是 他滲了一部分出來 但是他不是跟你說 這一對 或者大家物形的這一對 不是情侶的關係 他們是叫做 暗戀 單戀 或者是未表示的狀態 就是大家誤會的狀態 而當中裡面 再包含一些動漫畫的 一些勒他情節下去 令到 你看到 你知道他們是有東西 你期待就是 他們會不會發展到 什麼出來 其實是 由這一度去帶起 就是一個故事 究竟什麼時候 就是好像 最明顯的就是 監督和小逸 這一隊 開頭其實 由第一二集開始覺得 其實沒什麼了 監督可能當小逸 是一個妹妹的角色 但其實原來不是的 過了幾集後 發現其實他是當他是一個戀愛對象 然後 當中就是 怎樣照顧他 中間再搞出一些什麼 然後你發覺到 監督這個角色 可能其實他也有很多 除了外人 還有關心人的另一面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好的人 就是不同 我不要說 Working 未到達這個程度 有些類型的 其實很表面的 就是那個角色 表你如一 其實你會覺得 比較表面化 沒什麼 沒什麼吸引你的地方 但這個其實你會覺得 其實監督是否還有一些 不讓人知道什麼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和阿遵守 為什麼分手 其實我覺得 這一點 其實你是很容易 因為本身 其實 阿遵守 和小逸的角色 其實他們是近似的 個性上是近似的 不過你說 阿遵守可能叫做 人生意歷豐富一點 所以 他就不會那麼輕易 去被監督玩到 反而慢慢就變成 他是克制著監督的 他可以是 反而這一點 我覺得是不拆穿 是好 因為不拆穿 永遠這個謎 就去玩這些 玩得漂亮 不拆穿 既然是因為拆穿 就沒得做 KVB的劇集 就這樣 這些東西不可以穿 一穿就大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十幾集 其實看上去 這種感覺 比我的是覺得舒服 而看上去是開心的 因為這種感覺 其實就是成年人 他們那種感情的處事方法 因為不像我們平時 看一些動畫 多了高中生 有嘛 其實我不能夠同意這一句 因為 你看裡面 其實 好老實說 我看小逸 小逸其實 我一直不知道 小逸究竟是一個高中生 丁王氏其實已經是一個出來做事的成年人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他裡面所有的角色 老師 老師叫做什麼 因為他的志向 是成為一個漫畫家 你知道其實他已經是跑出來出身的 他是要找方法 就是怎樣令到自己可以踏上漫畫家之路 海鴻那種 海鴻你都不知道究竟他是公讀 丁王氏是什麼 而 調酒師你可以說 他真的出來做事的 監督都是一個正式成員 但是小逸 相機子那些 其實和父妹 你是完全不知道 究竟這三個角色 他們究竟的年齡究竟是多少 父妹一定是本官道 他全建中學校服 穿中學校服都是中學生 你搞錯了 不是 他說過他是高中的 但是你要明白 他裡面的角色 其實 他是把很多的 無論年齡或感情關係 他是全部模糊化了他的 而他們都是 特地不說這些 你不會看到有一個故事 突然間會轉移 可能日後有機會 就是獨立說一個角色 他自己本身的生活圈子 那時候可能就會再 說其實這個角色 究竟是多少歲 可能其實作者都 沒什麼所謂 不頂住 不過你說 二十年左右 他這樣集中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當然 不知道有沒有第二季 期望都會有 這套 其實做起來真的不錯 好 那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 這套在今季裏面 叫做小品番 我覺得算是 不錯的一套作品 真是被我出奇在 就是他裏面 處理人物感情關係 真的有些有趣的地方 我不可以說很好看 但是他有他讀到有趣的地方 那我們這套去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